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阿溫哥娃的地產經紀 今天不出外景了 我們在一個很快幾分鐘的影片 跟大家追蹤一下 上條影片我們說說 在Lowheat站旁邊有一個大型樓盤 Shake Properties The State of Lowheat的第三座 全座會拿出來賣 而且他們馬上就交樓了 即是7月份至9月份已經可以交樓入住了 現在發展商也會在第一個階段 第一次開賣的話 就是5月底6月頭已經可以簡單位寫合約了 上條影片的価格各方面都很粗 今天有更多每一隻職的價錢 所以很快和大家分享 另外因為上條影片出了之後 都收到很多朋友的feedback 去詢問這個樓盤 比較它的價錢 覺得它會不會貴 再比同區Burkwitlim上 都有一些現有的新樓盤發售 我都會做一個簡單 純粹價錢上的比例給大家分享一下 分析一下到底是否真的貴一些呢 如果它是貴貴在哪裡呢 他們的項目之間有什麼差別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做一個選擇 好了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因為這次樓盤都有很多不同的職和價錢 我一方便在大家問的時候 馬上拿張貓紙出來看 不用看貓紙或價錢 我自己做的貓紙 簡單來說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版本來看 其實City of Low Heat的座樓 主要由2樓開始 上到最高37樓 但是大量的Fall Pen 其實都是這樣 由1號單位1梯8火 都去到3至31樓 31樓去到37樓 除了36、37樓 是10Penhouse和Penhouse 32到35都有一些特色單位 上次也有說過 它總共有3個一房單位 分別是向北、向西、向東 最便宜的由65萬 去到最貴美景的 去到8、90萬都有 上一級的就是這個 向東邊的Junior 2 我們稱為房間大 但沒有窗 這隻大約9、100萬不到 接著就是四個兩房 這四個兩房 除了這兩房沒有書房之外 另外三個職都是有書房的 簡單來說 用一個Thumb Up的價錢 最便宜的兩房 大約是接近1公斤開始 去到最貴最美景的那隻 或者高層是125萬 在這個區間裏 大家可以選擇不同的職位 我們很快地說一說 我不如選擇 因為其實很多科目 如果這樣說完 整條影片會很悶 簡單來說 現在我發現最受歡迎的 似乎是這個位置 向南和東這邊 首先這幾個單位 可能因為積的問題 或者現在有些景觀 向東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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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它是一個入門價的Junior 2 780呎 其中接近800呎的室內面積 它有兩個房間 但這間房間有個大衣櫃 也有很多空間 可以再放櫃 不過這間房間沒有窗 有通風 現在發展商已經並了價 由3樓到31樓 其實是85萬到95萬 其實它的每個樓層差 我已經計算過 大約是3500元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想拿十多樓的樓層 剛好90萬都不到便會有 但如果大家喜歡比較高層的 去到28、29、30、31 就更加接近95萬 可能是3至95萬這個範圍 這是B1的 然後另外兩邊 更加受歡迎的其實是這個 B1的單位 每個人都基本上問這個 因為它是東南邊 現在的觀景是最開放的 兩間房間 上次都好像分享過 兩間房間分開 有個書房 客飯廳都很大 這個主人套房 室內面積891呎 然後這個積 現在我出了定價 大概是98.5萬 是最低的 從23樓開始 到最高31樓 可以說到119萬 120萬左右 它每層的差價 我計算過大約是6500 這個會比較大 因為這個單位是有景觀看的 所以你樓層越高 就看得越遠 剛剛另外也有說 04那個單位 其實也挺受歡迎 也有很多朋友問的 它是東北角 不過東Open 其實北邊也不是很多窗 北邊的話 如果大家去看City of Low Heat 我給大家看 北邊的話 其實有一座Tower Four 但Tower Four 大約27-28樓左右 所以你拿到最高的幾個樓層 可以超越它 但要到最高的幾個樓層 它的定價 現在由最低樓層105萬 到最高113-115萬左右 剛剛說的所有價錢 都是包括5%GST 大家想計算 其實Uniprice是多少錢 就除了1.05 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說說Uniprice 是差不多100萬左右起的 這幾隻是最流行的 另外反而 有一隻隻 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它的價錢可以去到最貴 08單位 這一個是對我來說比較驚訝的 但我當初跟大家分享影片的時候 看遠景也看到 它是西藍角 你看回南是開放 其實因為它的單位在這裡 它是可以比現在Tower Two 最低的位置再低一點 所以其實它西邊看出去 都是有點景觀的 所以這個BB3這個單位 就是06這個單位 它又是便宜的低 樓層103萬 它去到最高的寄層 可以去到35樓都有這個單位 其實可以去到125萬 我有拿到一些內部的影片 就是在Shape裡面的同事 有上到它的單位 實際去看過 其實景觀也不錯 待會分享給大家看看 因為它也可以看得多遠 它站在外面 剛剛好看出去 就沒有被前面的Tower Two 阻礙了 兩房就大概分享完了 我們先說一房單位 一房單位 剛剛說了主要是三個一房單位 01、03和07單位 如果說現在看到的景觀 其實是07唯一一個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向南現在是開放的 所以它的定價也是由低樓層到高樓層 會有一個挺大的分別 比較低的3至14樓 68至69萬 連GX千已經買到到70萬宗 如果大家想要高樓層的話 15樓開始已經說70萬宗 甚至去到80萬 這個會是比較貴的一房單位 主要原因就是它有景觀 另外如果大家想買一些便宜的一房單位 可以考慮一下向北03和01 其實它們的跡都是大同小異 單位面積較小 剛才是569 現在是550和535尺 它們的Styling Price大約由65萬開始 基本上已經可以65至68萬 已經買到一個單位 而且連GST 拿高樓層的話 就去到70萬宗左右 剛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向南 貴一些有景觀的單位 是569尺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就好像我們之前買過 Amazing Brand Wood的單位很類似 另外還有就是向西的單位 小一點 550尺 都是很方正的 有大walk-in closet的單位 最後最小的535尺 就是這裏 63至65萬是低樓層 去到高樓層其實很相似 價錢貴一些 這些就是一房單位 同時如果大家看待 買一些高層大單位和Penhouse unit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些職位和Pricing 大家可能會在想 如果我要買到三十多樓 即它高過我們平常樓層 31樓 去到33至35位 特色單位一梯四伙 是否會超級貴呢 其實也不是 剛剛說的 西北角度都可以去到 125萬 其實這隻B5 反而這個東北角度 這個位置 看出去就會高過Tower 4 由32樓開始到35樓都有 其實這個室內的室內 是比下面同一個單位小 所以反而這個磅心會大小 即是115萬左右 可以買到這個單位 舉例 另外幾隻Plan 又便宜又貴 最後也有Depends on樓層 我會把所有的Fall Pen 都上傳到我的網站 包括我這張貓子 寫得比較亂 可能用心看 但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了解一下這個樓盤 Fall Pen 價錢 到現在就差不多了 我們說一說下一步 如何做 其實這個樓盤 因為整座樓都262個單位 肯定沒有可能第一回合 上次也和大家分享過 Shake買樓盤 喜歡分階段 所以我們說第一個階段 會有一個第一階段截止的日子 其實很快 是5月29日 即是星期一的中午12時 如果大家已經做好決定 在這裏要和大家補充一點 就是發展商有Deadline Carrie的角色 不是代表發展商 是作為一個Bio Agent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下這個決定 即是確定你們是金融準備好 和很確定才要急衝衝去買 因為現在這個階段 還未上到unit看 都是第一回合 雖然Discount是最多的 包括GST和3%Deposit 大家都是想清楚才做這個決定 如果大家已經想得很清楚 盡快打給Carrie 我便會收集你的一些 寫合約資料 然後幫你排隊 確定在5月29日之前 遞交了你的資料上去 我們便會看 最早6月3日 即是下星期六 可以有第一個約會 開始去那個 其實他沒有售樓處 因為他的Self Center已經關閉了 到時候6月3日 要不就電子寫合約 或者如果你真的很想去那座樓感受一下 其實可以在6月3日 約一個約會 on-site 去Tower Free Lab 他的Amenities Level是可以看的 只是Amenities 樓上看不到 在那裡去感受一下氣氛 其實沒什麼看的 不過可以去看的 6月3日開始可以寫約會 如果同樣地 大家真的說 去到5月29日做不到決定 我要做Mortgage 這樣那樣 和家人商量 Don't rush it 我們還有時間 Carrie不相信發展商 可以這麼快把單位賣光 我亦相信這個5%的GST discount 應該不會說第一回合很快沒有 應該會持續一個短短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未做到決定 之後也可以跟Carrie聯絡 盡量到時候6月3日之後 我再幫你插隊 去發展商拿單位 或者到時候去Amenities Level看看 跟Sales聊一下 如果大家要排這個Appointment 除了提供個人資料之外 就是要帶一個Band draft 3%的 當然這個流程其實是很直接的 就是你打給我 告訴我你的選擇 第一選擇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是什麼 你的寫哪個名字 電話資料 和發展商約了一個Appointment 其實GBB 在那個Appointment之前 那幾天的時間 我們已經會知道 我們可不可以拿到一個 你心儀的選擇 你會知道了10架Unit 到你確定了 帶本票直接去合約 這便是流程 然後如果過完這回合 大家到6月尾 7月才看到這個影片 到時候的價錢 大家就不要再用這個來作準 因為可能未必再有包GST的優惠 這些價錢也有機會有變化 所以機仔要幫我 在這個影片的 剛才這個Session 寫一個Disclaimer 這個價錢是純粹 為現在5月尾到6月頭的回合 之後有變的有可能 因為我的確是有朋友打來 覺得挺貴的 不便宜的 一房單位逛逛逛 你也70萬 內幾70萬 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我現在其實同區 我們說Lohit和Burquitlam 都有其他發展商的流花發售 不過當然不是馬上可以入住 是說等多幾年 2026年、2027年、2028年才收樓 所以我特意再做一下Research 然後去比一下價錢 但當然了 這個篇幅有限 所以我不會拿職出來比較 我們很純粹的 我們Based on發展商出來的 Offering Sheets 跟大家看看 有一個樓盤 大家會看到其他YouTuber 或者上網也看到 就是Gardena的樓盤 就是Intracorp 這座樓叫Lotus Gardena 它的價錢是我上一兩個星期拿回來的 這張是否最新的 我都不太肯定 但這個是Starting Price 其實對比 這張是Shape the State of Low Heat 我看看價錢 又好像真的感覺是否貴一些 我們首先看看 Studio 我們沒有的 所以沒有得比 1座房似乎是480多到531尺 它的價錢是63萬 但這個是未有GST 所以大家收樓 其實63萬要乘1.05 which is 66萬至67萬 我們這邊 一房的Starting Price 就是65萬 包了GST 而且我們的一房單位 基本上座底都沒有400多尺 所以其實這樣看 好像又不是真的貴很多 未必少少 好 同樣的 一個Junior 2 Backroom 那些780呎的兩房 剛剛跟大家說了 85萬至95萬可以買到 我們這邊也有Junior 2 但它Junior 2小很多 600多尺 它的價位都是最貴81萬 又是比我們的價錢便宜幾萬 不過是未計算GST 所以其實又是差不多 即使它的Unior 2小 上去兩房 剛剛提及了 其實已經做到1秒 這邊的兩房 就沒有那麼大 837已經是它最大的兩房 據到價錢就去到92萬 加上GST 就差不多97 但大家對比一下 尺數相差了100呎 似乎價錢便不是差很遠 我覺得看大家去比這兩個房子 我覺得主要是看大家的經濟能力和負擔 因為我會覺得兩個發展商 Intracorp 都是本地的大發展商 不是很令人擔心會不會爛 因為今天才有內部消息傳出來 不關Intracorp 千萬不要搞亂 就是另一個在Richmond的樓盤 Mineral Square by Thin 這個Thin的這個房子 Mineral Square 似乎是和Richmond之間談不上數 所以要禁止項目 整個項目就起不了 曾經之前寫了合約的人 就要帶身份證過去 拿回Bandraf 就當你買不到 就沒有了這件事 所以其實你不要說它爛尾 它還未開始起 總之就起不了 所以我應該說是會發生這些事 而Carrie 因為不是那麼多年做了地產經紀 聽到這些事情是特別害怕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 我那天跟助手和機制說 現在好像可以賣的樓盤 或者 因為我自己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買了樓盤給大家 結果它爛尾 或者結果它一直不喜好 或者它起完出來 有很多令人很困擾的問題 之前有另一個樓盤 是我沒有個人去賣過 但我有分享過 在YouTube上 我不開名了 已經起好了 我也有客人在香港 之前經過香港的展銷商買了 收樓找我做物業管理 結果最後這座樓 交樓一兩年問題不斷 首先就是水管 不知為何關掉 很奇怪 其實是外路的位置 裡面看不到 然後暖氣一直不太好 有一點問題 結果剛剛不久 就宣布冷氣壞了 因為我現在在管理那座樓的某幾個單位 有租客在吵架 說沒有冷氣 但我當初租這個單位是要冷氣的 現在我要屋主買兩部產品給我 負擔電費 有很多這些爭執 所以我現在越來越害怕 賣樓花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現在越來越厚 只敢跟大家分享 或者賣一些我心目中覺得很安全 起碼我先不要生氣 大家千萬不要生氣 我都沒有搞我生氣 這樣說會很壞 但要保障自己 再保障大家 所以我會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是一個比較大的發展商 還有他可能是說的 地點是拿得很漂亮 而令到大家將來有一個 投資回報和潛力 我們剛剛說了 其實在Buracrylum Lowheat這一帶 是一個重點發展區域 大大小小的樓盤很多 有很多 尤其是Buracrylum 是單獨的 Lowheat這邊 為甚麼Carrie會特別有兩條片去分享 他好像重點推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樓盤很安全 起了出來不會爛尾 然後Shave這個發展商 都比較有錢 finishing 比較好 我很安心 另外就是 它也是一個很大的特點 我們剛才比較過的價錢 稍微的形狀是貴一點 既然它的計劃是大一點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其實是Burnaby 我們也不在乎 現在只差一條街 走路五分鐘 但其實Burnaby 和Carrielum 本身兩個城市的定位 已經是不同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一樣 上次也說過 Skytrain站是不同的 因為Lowheat這邊是全聯繫的 你完全可以選到去Metrotown 或者去Brandwood 還是去Carrie 還是去Carrie 還是去Surie 這是一個極方便的交匯站 另外 例如剛剛說的Gardana 其實我希望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Intra Corp 都是不錯的發展商 他們的樓盤位置 就會在上面 這邊是Lowheat 整個Lowheat站 Lowheat Mall 在後面 樓盤在這裡 Gardana 還有一個樓盤 Komo by Strand 都是這邊附近 是Burnquitlin站 這是Gardana 另外還有一個樓盤 Komo 即時開始預測 都是在旁邊 都是Burnquitlin站 這些樓盤 多些會是單凍或雙凍形式 不會像City of Loughheat 是整個大項目 將來大地主 再連商場一起建 再加上Shape 上次和大家分享 Tower 4的租金很厲害 希望可以大動同區租金 作為投資者的角度 多些回報 但在租客的角度 希望不要租這麼貴 這邊的話 暫時發展的時間 需要長一點 因為Burnquitlin 之前和大家有分享過 Burnquitlin 和Lowheat的生活圈 Burnquitlin 是會安靜一點 住宅一點 沒有那麼多大型的商場 它有一個新興建的YMCA 在Miria旁邊 但商場是舊一點 比較高 希望它快一點可以有改建 Lowheat這邊 就會多很多購物的選擇 我想越趕越熱 這個樓盤最大的特點 是Existing Building 現在是有冷氣的 之前 出了上一條影片 已經有一位朋友 打電話給我 其實他們現在 住在Fulton House 在Brandwood那邊 那些condo 沒有冷氣 好熱 我想要不要把我那裡賣了 或者租出去 搬過去Lowheat 雖然遠一點 但那邊也很方便 有大摩 幾個站找到Brandwood 為什麼不 有冷氣 所以有冷氣 都已經逐漸成為 我們現在這個 市場上的一個必需品 其實因為看回價錢 講開又講 Carrie不想做大家的經紀 好像不斷推貿的項目 說回事實 其實70多萬 大家現在在一個市場 不算很熱烈的情況下 你要在Brandwood Metro Town 買到一些二手樓 例如五年樓零 其實是絕對可以的 我們下一條影片 我會和大家分享 一個在Metro Town 的一個現樓樓盤 不過那是兩房 但其實你在那裡 找一些三四年樓零 的一房 不過沒有冷氣 70多萬 是絕對找到的 為什麼要去到 Lowheat那邊 主要是看中它有冷氣 有潛力大發展商 大家可以做些比例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大家 有什麼需要再打給我 拜拜 不要緊 不要緊